今天一大早就把你們都給拖出來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答案就在旁邊還要問為什麼 因為我在上個月接到美國表弟的電話 大家都知道他開XYM 他說姊姊姊最近有一台車 不知道我們常在試車有沒有試到 第八代五系列 第一次推出的電動車i5 他說這台車太好玩了 我說有那麼厲害嗎? 那我就叫他趕快看看我們之前X5改款的試車影片 他發現喔對 他非常哈的那幾個功能呢 其實在X5上面也有 但是呢這回呢 i5呢 我記得全球上市是5月24號左右對不對 台灣厲害了 10月初 今天的日期10月2號還是3號齁 台灣就可以先預賞了 那其實大家看影片呢是這個星期五了 反正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全球上市沒多久 台灣就來車 那這車一來呢 欸其實我今天細細的評問他一下發現 簡直就是一台7系列 所以我可以理解齁 人在美國長期開這個比較性能版的車子的 我表弟本人都想要換車的最主要原因 來而且我剛剛拿到五公寶典 就是七哥的同仁幫他做的資料喔 偷偷給他copy下來 我發現呢 他寫了一大堆洋洋灑的重點 我個人覺得最最最最吸引人的就是 世光水箱護照 我這車電動車需要水箱護照嗎 電動車要水箱喔 而且 要更雞花 電動車搞不好 未來他水箱會比燃油車還大 對 因為剛剛七哥已經把我訂做了一台 屬於亮眼鏡的i5 他的那個邊條的世光要有什麼顏色 原廠說要幫他弄一個粉紅色的 原廠沒有說好不好 你不要戴著原廠 整台要幫他噴那個水泥粉 就是沒有銀粉的粉紅色 就是barbee色就對了 跟妳的口紅一樣顏色 還有跟妳今天的這個鞋子一樣顏色 因為今天彥明德不在 Kenny不在 你叫Kenny喔 你趕快介紹快點 這怎麼好意思 可是我剛剛稍微看了一下資料 為什麼人在這個國外的朋友們 喜歡性能化的車子的人 看到i5的也是如此的心動不已 如果以這次的i5它兩個規格 一個是eDrive40 然後另外一個是m60xDrive 當然是m60來看一下 當然是m60 果然是很有水準 但是預接單價佛你知道 eDrive40m Sport 329萬預接單 m60xDrive的預接單價485萬 光就賬面數再看喔 馬力數幾乎快要double了喔 剛剛說入門的那一台 看起來中規中矩 而且它是直炸的水箱護照 但就我現在跳到m60 mperformance 你看看它水箱護照 完全沒有走你熟悉的規則 你看河恩的大塊面 然後這裡寫個m 當然另外一台m Sport 旁邊側邊也是有個m喔 你不覺得這樣就好看很多 直炸的感覺相對比較傳統一點點 然後你再把引擎蓋打開來 它裡面很大塊面 你就會覺得霸氣十足 如果是入門的話 340匹馬力 但是這一台叫做m60 m Performance 來到601匹的馬力 那就真的是你右夾下去 頭髮要豎起來的概念 它的馬力差到快double 其實扭力也差了接近double喔 入門的話是430牛米 然後這是820牛米 我們剛剛說馬力啊 然後扭力啊 差到這麼大的差距 但是喔 續航里程 才是真正用電動車最關心的事情 以入門的續航里程呢 是來到了582公里 這是WLTP 所有測出來的喔 很夠用對不對 那你剛剛說m Performance m60 這樣子的消胚消攻 你覺得它續航里程剩多少 800 我真的很想打它 至少還有400 旁邊都看不下去了 至少還有400 我跟你說 還是守在五字頭 516公里 還是五字頭 因為它就BMW 先把帳面數字好 大家關心電動車的事情 簡單的跟大家交代一下 再來就是充電效率囉 它的鋰電池的容量是83.9千瓦小時 直流DC充電呢 是205千瓦 所以基本上 你如果充10分鐘 就可以給你150公里可以開 150公里可以開去哪 台中 可以開台中 台中超過的 我現在車子完全沒電 我現在就要去台中 我趕時間 我賺很大 給我10分鐘 我給你全世界 欸它有快充 DC直流快充 205千瓦 那如果你可以不要優災優雅一點的話 基本上從10%到80% 也就那區區短短半個小時 我跟七哥講一通電話的時間啦 好啦那我先來欣賞一下整個車齁 新的宇慧 還有這個很帥氣的樣貌還是有齁 車頭的折線 非常的銳利啊 5系列就是該有的樣貌要守住 再來就是日行燈啊 左右兩隻眼睛往下垂直 可是它又做了折角 讓它沒有那麼的單調 整個的水箱呢 我覺得這個比例比較剛好一點點 我覺得這個還算好清理 而且漂亮 前一陣子很多電動車出來 但我也理解喔 它必須在室蓋上面做得更平整 因為要降低風阻 但是因為我們眾賢吃習慣 總覺得一些我們習慣的元素啊 雙色可以更加分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BMW很聰明 它還是有守住 原本喜歡BMW操控的消費者 喜歡的樣貌 而它的這個防刮的地方 它沒有另外做一個防刮出來 那為什麼喜歡運動化啊 或比較重視操控的車主 那麼喜歡 就算是家裡原本啊 是歐頭車7系列大漆 然後你是右後座的車主啊 我覺得i5都很適合這樣的老闆來買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它整車喔 車長呢超過5米 有些整車的車長來到5060mm 有點像以前的大漆 所以呢我家裡可以買一台 現在新的大漆或者i7讓司機開 而我自己平常要自駕假日開的話 我就來一個i5 基本上它的車長 就跟古早時的7系列的短軸 差不多 但它的軸距也創造挺不錯 2995mm 所以整個車子我相信很好操控 就像我們之前開新的5系列一樣 但現在第8代 很期待接下來11月 如果七哥那台粉紅色交車給它的話 我再跟它借來開一下 新的i5的感覺 你看這個 後照鏡是Carbon M Performance就會有一些好料上來 你看 這折線到這麼立體耶 M60果然是不同反響 它讓你知道我消費起來也很厲害 它的極速啊 可以到230公里 其實入門的就193公里 也是表現不俗啊 再來就是0百加速3.8秒 M Sport的話6秒 也算是非常的快喔 這個車門打開來 它一樣還是有做黑色的鋼琴跑器 讓它顏色不要那麼單調 那這次8代5系列呢 它有個重點就是怕你不知道我是5 因為現在5的長度看起來像7 怕你不知道 它這裡就直接寫個5給你看 這也是BMW很經典的一個造型的地方 充電口我看一下喔 沒有預期的去按它 開了 然後可以直接做DC直流充電 給我10分鐘給你到台中的一天 一日有它的輪胎配20寸 它的後尾燈的辨識度也非常的高喔 兩橫兩橫 有點呼應前頭燈兩直兩直 在尾翼的地方 這個叫很小的一條 Carbon Fiber非常好看 然後呢這裡就寫著i5 藍色的i 新的logo旁邊有藍色的非常好看 盡量做了平整 但是還是有這個左右兩邊的隆起 身為電動車很方便喔 就是空間盡可能都會給你 右邊這裡呢有個凹陷 讓你可以放一點東西收納 然後一樣有勾勾喔 那有個地方小貼心啊 就是打開的時候你看 欸這塊是什麼 看了看去有點參透不了啊 好你把它往下壓打開 這是什麼啊 就是好像扣起來喔 搞不清楚 其實基本上就是讓你放三角架 就直接插在這地方 這有個凹的做出來 結果把你收納好啦 再來就是要跟前面做擋平的話 很簡單喔 然後拉一下 然後就往前 這個也是 拉一下 它就鬆開 然後就可以到車側去把它往前 直接倒了 欸 有高低差 這反而後面這比較高 然後這裡比較低 但是它的插帶就這樣 我覺得也沒有差很大 它的整側啊是BMW的引擎音響 然後離前座的空間非常的寬闊 要充電呢 Type-C兩個前座椅的背後就有了 它有 它也有齁 然後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們之前有分享過的 基本上你可以安裝 像你如果需要桌子啊 或是你想要一個勾勾啊 或是想 就去掛衣服 可能離地太近了啦 可是勾勾掛的小東西 它都可以讓你有做延伸的使用 可是不要以為只有左右兩個而已喔 坐到中間 哎呀 我覺得它的中間隆起有點蠻龍的 很龍耶 但是說實在的 五系列 基本上這車就是 有點要拔當四人座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個 並不會影響太多 這個地方還是有兩個Type-C喔 特別覺得它的出風的造型 你看起來頗有質感的耶 這樣溫度 然後風要 風量要調 哇 電子式 好有質感喔 但是它按上去沒有回饋的感覺 這裡就沒有那麼的深啦 就是那裡小小的置物啦 放點貝爾不用的東西 放在這裡小小的 好獅子巾也可以 這椅子做得真的很舒服耶 這個 哇 很深深耶 我再來看 杯架這裡也有防滑 它有做一些紋路出來 也是很軟嫩的 所以靠 喔 回彈的Fu真的挺好 你想一下我們現在不是在室內 我們是在戶外的話 你看透進來 灑進來都是陽光 灑進來都是希望 會覺得前途一片光明 從外面到裡面 每個都是很多的層次跟細節 iFi的車門好誇張 Carbon要給你這樣耶 這個造型實在太難了吧 然後呢 你看我開門的車門把它做這樣耶 哇 太有質感了 記憶座椅在這裡 一樣有頂級音響 為了配合車子的造型 它還跟著這樣 繞了這麼大一圈 該鼓起來的 哇賽 做工好啊 非常緊張 而且不刮手 完全不刮手 剛剛進來 喔隔音超好的耶 外面雜音這邊聽不到了 光就剛剛進來 我要去握車門把手 它是做整個平靶的 也是在這樣封住 可是往裡面按有個回饋 我覺得很棒 進來之後呢這一條 7系列 環艙喔 而且這個地方也是喔 做那個水晶紋路 這個地方也是水晶紋路 然後這個大家應該都認得 Carbon Viper 軟質的皮質 這個可想而知了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已經很熟知 新世代的BMW會給這個大的曲面的螢幕 Zero Layer呢完整的做到了你很熟悉的界面上面 而且它現在有Operating System 8.5 也就是最新最新世代的 你想熟悉要找的東西都可以一觸即發 像右邊這邊 你需要是放在這裡主畫面 是車輛資訊啊 或是媒體或天氣 像這幾天聽說颱風靠近 果然外面就要下雨了 那你可以選擇是天氣 然後或者是你想要你的導航放在這裡 都可以 但這台車我之前分享過 我並不會做導航放在這裡 為什麼呢 我的儀表板非常的有細喔 可以直接做AR的虛擰實境 就是實境整合起來 再把我的導航放在上面 雖然做Zero Layer 讓你不要那麼多界面 但你要做其他選項的話 它跟有些車廠做的不一樣 它不會讓你要停下來深入的去按 而是它直接在這裡有個Quick Select 就可以讓你這樣按 那你可以左邊右邊好 下一頁下一頁 越按越上手 這只五個車了嘛對不對 日曆啊幾天幾分 然後你的那個天氣啊 你可以調啊 都還有左右 上下也是喔 可以 不要弄壞了 什麼弄壞 我買我買我買 壞掉可以算我便宜 怎麼等一下被趕出去喔 它不會壞 它簡單好不好 所以它很容易就作動 雖然跟上次X5沒那麼一樣 但是可以用的功能都是 按一下 你就可以讓你挑選要內容啊 還是你的儀表板要顯示什麼樣的 這個哇賽 可以做到這麼高科技喔 然後我的門打開他都會知道 然後一樣呢 也可以選右邊的抬頭顯示器想要變各種花樣 這裡紅色 方向盤 平靶寫著M M Performance喔 紅藍的紅線 好想把它摘回家喔 我為什麼說整車7系列的感覺呢 你如果記得看我們之前7系列的報導 或者i7的報導 欸調整風在這 手一觸幾發直接可以按出來 風量的大小 然後跟這裡你要風不要風 風往哪裡來風去哪裡 那不只在這邊 連攝影小哥你那兒都可以呢 你看 不調 不調 這裡也是調風喔 全部可以調喔 手套箱我看一下喔 上 按一下 緩緩的下來 欸 好啦 稍微可以再大一點 謝謝 但是它把空間留給你的腳 那我要特別分享的是 它在調整椅子上面呢 跟我們家的 吉台BMW很不一樣 你看我調整往後喔 停住 緩停欸 就像我剛剛開那個手套箱一樣 緩緩下來 所以呢 我在移動它的時候 停 就是這種犀利感 然後這地方放手機可以放兩個 然後呢 兩個杯架周邊呢 還是給你亮亮的 然後一樣有防滑跟後座一樣 兩個Type C在這裡喔 來來來7系列又來了 水晶排檔頭 質感 質感中的質感 全都是水晶 連那個調音量也是水晶 然後再按下去就是 我的收納空間 有防滑 但有點小 因為它要把車子的空間留給人啊 再來呢就是 做了舒適度也是非常棒的 M Performance 所以跟我的車一樣 雖然我是小老弟 我覺得安全帶滿漂亮的 我真的帶大家來看看 入門的i5 真的是另外一台 看起來幾乎一樣 就是從你到外幾乎一樣 那哪裡不一樣呢 看看它的鼻孔 直炸囉 但是一樣有視光 有亮光 基本上這視光呢 是可以依照你的需求 在我們的Zero Layer裡面呢 一層一層點進去把它給關掉 所以它也可以不亮 但是那個冰至如歸的感覺呢 愛愛內涵光 還是在你上下車的時候會有感受到 它的入門也沒那麼入門 你看 動態移冰光彈 冰至如歸 整個車不一樣 那關於i5呢 基本上我們剛剛比較了兩台的差異喔 包括我的E-Drive40 以及M60的X-Drive喔 差異呢 基本上卡力扭力差到很大 但是你可以去算喔 因為如果是入門的話單馬達 那如果是我們剛剛的M Performance的話呢 是雙馬達 那續航里程也沒有差到太多的狀態之下 我相信呢 i5的頂規M Performance M60呢 應該會也蠻受到 乘風消費者的喜愛的 還有 如果你比較喜歡四輪傳動的車款的話 可能就要直上M Performance 但是我基本上覺得 後輪驅動的車也有不一樣的樂趣喔 其實進到車室內 剛剛看到Carbon Fiber 在它身上全部都變成木紋的 我覺得質感也蠻好的 有那種家的溫馨感 那當然大家說 為什麼電動車你的引擎士不就全部控給我們啊 有時候我要放雨傘啊 要放一些雜物啊 比較方便 那我們剛剛打開引擎看看 哇 這麼大一個 我想應該是接下來要放M5八缸引擎吧 同業也都這麼猜 但就是到時候再看囉 這是我們這次要針對i5幫大家做分享 那想知道它的黑科技新科技 以及我的手機智慧鑰匙 打開我的BMW App裡面的一些種種的內容 上次我們在試駕5系列的休旅車X5的時候呢 就有很詳盡的試車報導 記得回頭來可以影片囉 接下來期待跟你好好相處個幾天 希望到時候車子可以落到我手中 好啦 那喜歡我們這次的影片呢 幫我們來把Super Social找出來 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